大年初一 香港法輪功學員舉行活動 向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 感謝時恩 有法輪功學員表示 未來會堅持講真相 以各種形式向世人展現法輪大法的美好 活動在中環埃丁堡廣場舉行 不少法輪功學員都身穿過年喜慶的衣服 向他們最尊敬的李洪志師父表達謝意 並恭祝師父新年好 恭祝師父過年好 師父謝謝你 儘管法輪功被中共打壓超過20年 但在中國全年香港 仍有大批香港法輪功學員堅持修煉 當中自由修煉超過20年的老弟子 也有不少年輕的面孔 按照真相忍去修煉 找到人生的幸福 你知道港女的脾氣當然是一般的 尤其我自己在工作上 在公司那裡 就是如果小小事都忍不住 我發覺原來自己退一步的時候 人家都會尊重 人的行為 那個品格改變了 他們開始都明白 原來法輪功是真的好好的 反送中之後 就普遍改變的是年輕一代 年輕一代 他說原來法輪功是受迫害 現在這種迫害來到我們身邊了 師父不僅是改變我個人 也是改變整個世界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夠了解真相 能夠讀一讀我們師父寫的 這個《鑽法輪》這本書 實在是太珍貴了 太好了 數百名香港法輪功學員 何時謝施恩 並舉起手中的福字貼 在歡欣的氣氛下 結束工作活動 新唐人記者梁珍 陳鴻敏香港報導